好 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我現在人所在的地方是大阪 對 沒錯 我們來到的關係 難得久違的來到的關係 我想要來這邊好好的吃 並且來這邊觀光一下 好 那現在廢話幫我說 馬上就跟著我一起出發吧 Go Go OK 我們首先來到了這一間 大阪的551 大家知道嗎 551其實不只是賣包子喔 好 它還是有餐廳的 我們先來去吃吃看吧 來 我們來看看這個 這是它的Menu 然後這個呢 大絲球 不是大絲球 這什麼球 一般的 一般的 不是一般 一般是紅白球 我沒有紅白球 妳在抓誰 我不知道 妳在抓什麼 氣科大絲 謝謝 哇 各種料理都有喔 いただきます 超大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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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間店的特色呢 就是它便宜又大丸 歡迎大家也來吃吃看喔 這一間的藥妝店也是非常的便宜 如果有機會來的話呢 一定要去看看喔 它們房間很乾淨又明亮 感覺應該滿舒服的喔 而且它又在道頓庫的旁邊而已 超方便 小妹覺得怎麼樣 很棒啊 我們的這個角落呢就有一道很大的落地窗 讚 讚啦 開心… 聽人剛剛跟他喝一首開心 啊… 這裡好美啊 來到大阪當然不能夠錯過的就是來吃章魚燒 必吃阿奇西昆布 耶 我們的章魚燒來了 いただきます 大家有看過這麼燙的章魚燒嗎 還在冒煙 這一看就知道不是簡單的獲勝 慢慢吃 太大口的話會燙燙喔 這個是你用手接手可以超燙的 哇 大阪真的是越夜越美麗啊 各位啊 這些就是大阪的名物 就他們的招牌呢 這個在道頓庫這邊的招牌都做得非常的浮誇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這邊的特色之意啊 非常的有意思喔 哇 這邊人太多了吧 欸 蜘蛛人 Spider Man 哇 我沒想到這邊真的是變得超級熱鬧的 欸 這邊怎麼又有一位蜘蛛人 想不到出現了平行世界了各位 傳說中的Gurigo招牌 欸 這個就是什麼老爺爺起司蛋糕 這有點臭掉了 對 我們放了…我們放了兩天啦 昨天去USJ 所以就沒有辦法 對 但是今天打開來看 也還是很可愛啊 上面有一個像這樣子的老爺爺圖案 好軟喔 而且聞起來很香耶 來到大阪呢 可以來試試看這一間 嗯 買回飯店吃我覺得也很脫掉 好 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一個地方呢 也是位於大阪市 然後它這個車站叫做Naniwa橋 然後聽說這附近有一間非常讚的那種 像是早午餐的店 對 然後就在這裡 今天機會難得想要也帶大家來稍微看一下 大阪的早午餐又會是什麼樣子 非常的期待喔 然後這邊有一些各種不同口味的披薩 然後車站旁邊呢 這個呢就是大阪市的中央公會堂 然後像是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一些節日之類的吧 它會有一些light up 再打在那個這上面非常的漂亮喔 而且這邊可以感覺出來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來啦 但是可以感覺出來 他們這邊正在那種修建建設中 等到未來我覺得這邊應該會變得非常的漂亮喔 好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準備去那間店吃飯囉 哇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手卡下面包超大一個的 來 給我來吧 這個就是我們點的 這邊店家的氣氛呢 整體來說呢非常非常的棒喔 接下來帶大家來這一間呢 是我在地朋友很推薦的一個 算是咖啡廳 然後裡面有一些蛋糕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來這邊吃完午飯呢 馬上進入下午茶時間 進來看看囉 如果我們要選擇吃蛋糕的話 他還會先拿這些米粉魚皮 讓我們選說我們要吃什麼 這是我點的桃子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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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蛋糕時間 OK 剛好現在呢是桃子的季節喔 桃子的味道好棒喔 很香 有那種清香的感覺 這間店的氣氛真的超好的 而且他們蛋糕呢也都很好吃喔 OK 我們現在吃飽出來了喔 我覺得它這一間蛋糕店呢非常的不錯 而且它裡面氣氛好之外呢 買要帶回家的還有內容的人呢 真的都是落益不絕 所以如果大家就有機會來到大阪的話呢 我覺得這間店呢應該也是可以滿推薦給大家的啦 然後我剛剛吃了它裡面那個 就是季節限定的桃子的short cake 然後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它那個桃子的香氣呢非常的足 真的是可以推薦給大家 好的 以上就是我這一次呢 來到大阪一個小小的輕旅行啦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其實說實在這支影片 大部分就是我在這邊 稍微就吃吃喝喝的那種影片的紀錄的感覺啦 而且現在這邊有那個耶 觀光船他們現在開過來了 這個地方真的超級有Fu耶 然後順便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這一次旅行的是有用一個APP呢 它叫做Trivo Contents 然後這個APP裡面有非常多的一些相關的資訊 比如說美食啊 或者是你要找觀光啊 購物交通等等的 這裡面呢 都會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東西喔 在它裡面指定的餐廳用餐的話呢 有部分的餐廳是可以直接折價 或者是可以直接積點 然後積到點數呢 你可以去換很多 像比如說環球美食的門票等等呢 甚至都可能換得到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下載一下喔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這一次的大阪出去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一定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喜歡上新的影片才會再提前通知您 另外我還拍了一集USJ的超級攻略人 玩得非常開心的一集影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喔 好 那這張頻道就到這邊 就是我們下集前再見囉 掰掰 打扮真的是超級好玩囉 下一段旅程 等不及